今年小年夜适逢周三清洁队的休息日 但是考量到民众除旧不新 要迎接干净的农历新年 所以当天的清洁队员全面停休 加班收运 隔天除夕也会加班到傍晚的六点 快过年了 许多民众都有除旧不新大扫除的习惯 不过今年小年夜正好遇到清洁队休息日 环保局特别请清洁队停休 加班收运民众清出来的垃圾 今年除夕是在礼拜四 然后小年夜是礼拜三 刚好适逢我们清洁队的一个休息日 事实上是停收垃圾的 不过呢我们考量到民众过年期间 就是过年前会 就是会大扫除会清很多垃圾出来 所以我们会特别在小年夜那天礼拜三 会让队员加班来收运垃圾 那另外除夕当天呢 我们也会加班来收运垃圾 一直到晚上六点 接下来除一到初三则停止收运垃圾 一直到农历初四才开始恢复垃圾收运 这段期间民众如果有丢垃圾的需求 可以上网查询定点收运站 过年期间停收垃圾的时候呢 如果民众有垃圾需要丢弃的话 希望能够到我们所设置的60个点的定点 一个收运的地点 那这个讯息我们都会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 我们还有我们的新北垃圾车的一个 收运垃圾的查询网里面 想知道小年夜和除夕当天的收运情形 民众可以到新北垃圾车网站查询 上面有标示垃圾车的即时动态 方便民众就近倒垃圾 记者方坚凯 林景云 新北市采访报导